蹦紧绳子断掉 坐过山车摔下去 懒车停下悬在半空 这些盯了心里就发毛的场景 相信大家都想象过 这倒霉的三个年轻人正在经历 他们的懒车停在半空 一星期以后才被人发现 没有手机 没有食物 头顶的暴风雪让他们饥寒交迫 底下的狼群虎视眈眈 如果是你 会选择怎么自救 小美男友和好友一起去滑雪场玩 为了省下三张票钱 男友居然要她去色诱售票员 玩了好几轮懒车 他们仍然意犹未尽 但天气恶劣 滑雪场提前关门 下一次开门也是一星期以后 他们怕没有机会玩 于是小美用水汪汪的大眼睛 哀求售票员 让他们再玩一次 售票员心软答应了 并提醒他们玩玩赶紧下来 三人开心坐上缆车到山上 然而这时售票员有事离开 让同事帮自己替一下班 还留下一句 还有三个人在上面 恰好这时有三个人滑雪下山 同事着急下班 以为山上没人了 直接关掉了缆车的开关 三人被悬在了半空 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在聊着哪种死法最可怕 却不知道下一个死的人 就是他们 直到滑雪上的灯全关了 三人才发现不对劲 他们不断地呼叫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更可怕的是 滑雪上一星期以后才开门 天空还下起了暴风雪 他们害怕地坐在缆车上 这时背后亮着光 除雪车经过 三人以为有救了 不断地呼救 扔下雪橇引起注意 可呼啸的冷风 加上车的马大声 司机根本听不清他们的声音 直接开着车下山了 三人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寒冷加黑夜 让他们恐惧暴躁 那忍无可忍 决定自救 他看着厚厚的积雪 决心跳下去 去山下找人救伙伴们 这一摔 把腿摔断了 骨头刺穿了他的腿 好友将眉睛扔下去 让他止住血 疼痛让他发出 撕心裂肺的叫声 小美舞中耳朵 不敢再细听 而好友为了救男友 决定沿着缆绳爬到栏杆上 再从上面爬到地面 三人正商议着 男友的叫声 却引来了饥饿的狼 他更加崩溃了 好友只好抓紧时间爬下去 可缆绳上面全是冰渣 根本无法攀爬 小美和好友 只好敲掉冰渣 而地面上的危险渐渐靠近 狼渐渐靠近缆友 他根本无法通弹 危险之际 小美扔掉滑雪板 赶走了狼 好友则抓紧时间 一步步趴向栏杆 可中途 他停了下来 不远处 一大批狼靠近 他们围着男友 发出饥饿的哄叫 好友回到缆车上 捂住了小美的耳朵 他们无能为力 只能看着男友 被撕成碎片 事后两人被动欲绝 开始互相责怪 可夜越深 雪越大 刺骨的寒冷 让他们恐惧 他们放弃了争吵 互相给予对方慰解 男人的夜晚过去了 第二天小美醒来 脸被动得通红 她的手被粘在了护栏上 根本无法松开 她强忍着疼痛 将手活生生扯下来 护栏上留下一片血迹 两人仍盼着 有人能来救他们 可一个早上过去了 还是没见到人 好友再次昏沉睡去 小美却因为想上厕所 一直没有睡着 她不断地哆嗦 憋了许久 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尿了出来了 她羞愧地哭出声 等好友醒来 他们聊起了过去 聊起了男友 为了不让他摆死 他们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好友握着缆车 艰难地向栏杆爬去 底下围着饥饿的狼群 他只要掉下去 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最终他爬到栏杆上 双手早就被粗糙的缆绳 磨得血肉模糊 可他刚到达地面 就被狼袭击 他捡起地上的滑雪工具 砸向了狼群 接着朝山下滑去 狼群紧跟其后 他生死未卜 小美只好等着好友回来救他 可一晚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回来 大概是凶多吉少了吧 清晨小美醒来后 发现积雪变后 盖住了男友的尸体 他彷徨无助 而此时缆车的螺丝松动 他必须得想办法自救 跳下去 就是唯一的出路 小美刚想往下跳 螺丝就完全松开了 他死死地抓住缆车 被悬在了半空 眼见整座缆车 支撑不住他的体重 小美只好咬紧牙关 往雪地里跳 缆车随之掉落 砸中了他的脚 这时候他顾不得疼痛 将自己的脚 从缆车下抽出来 一路滚着爬到山下 途中他看见狼群 正在啃食好友的尸体 他吓得不敢动 还好狼群吃饱了 没有再理会他 小美小心翼地离开 他一路爬一路滚动 终于来到了公路上 最终体力透支 倒在了路上 来往的车辆看到了他 将他带到了平安的地方 小美获救了 但相信这几天的经历 他这辈子再也不敢滑雪了 这是一部小成本的灾难片 冰封三十六小时 讲述了三个年轻人 被困雪山的故事 虽然主角在自救时 有许多bug 但是导演在塑造 绝望惊悚的氛围上 还是做得相当到位的 推荐喜欢的宝宝们看看哦 好了 今天的解说结束了 这里是大乔讲电影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